想要你把温柔留好,只交给我一个人,一个人行走的约久,心里就越刚硬尖强,相信自己可以走过山穿大海,穿过黑夜黎明,人生路上的艰难险阻经历了一些,也就变得不再为数未为,形成特有的处事风格。 但在时任的过程中,我很钦佩的一类人是优秀并且温柔的,好像岁月只留下美好的部分在他们身上,整个人柔软大方,又很有解决问题的能力,温柔是岁月的贵重,我相信每个人都有温柔的一面,有的人展现出来,有的人好心珍藏,从前觉得温柔的男生有些娘,温柔的女生又不够坚强。 后来这些年,遇见一些年长的前辈,身上那股温柔大方的气质,让人忍不住喜欢。 温柔的男生大概是比较有耐心的,形式细腻型,不同于此为僵硬的指南,他们可以被异性考虑的周全,小倒计鞋带,端热水,大到了用温柔攻击满满的安全感,让你想用女生去拥抱她。 温柔的女生有含氧有礼貌,这大概是男生的偶标准里很重要的一项,温柔自水,与人安慰。 无论在外奔波多么辛苦,遇见她的温柔也都抛之脑后,她会给你行走的力量,也会陪你跌倒后充胜。 想当你的小可爱,把你的温柔尽收眼底,在你的羽衣下跳跃换驼,永远都是一个饱有好奇心的孩子,想被你照顾的周全,又要以同样的努力一起创造更好的生活。 这样不论现在还是未来,都有资格站在你身边,想和你一起探知生命的广貌和美好,想和你走遍世界的各个角落,规划我们以后在哪个城市生活,想听你唱歌,再嘲笑你走掉,想看你认真工作,又抱怨你不能陪我,想知在你眼里可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